留下而上好長一道裂縫 寬度超過一公分 旁邊還有部落掉下的磚頭 看起來觸目驚心 中間古蹟又一隔壁大巨蛋 施工多了心傷痕 可以看到它之前就有一個裂痕 就是說因為在施工過程裡面 有造成一個古蹟的一個歸裂的狀況 那昨天就應該是裂縫產生變異 造成磚塊的一個掉落 16號傍晚發生磚塊掉落 文化局長倪窗華第一時間 就在臉書上痛批遠雄 古蹟損毀怎麼賠得起 讓遠雄損壞古蹟的惡邪又多一筆 特別是政府隨時掌握證據 還對外找戰友 昨天借154億給遠雄大巨蛋的銀行團 我每天最怕人家給我送報告 怎麼送菸又累了 對啊 所以我說那是問題 總是要讓那些銀行團的大老闆 對這一些不是說每天看報紙 才知道消息嘛 裡面的一些東西 我會跟他說明 北市擬定作戰計畫 讓銀行團董書們目前興趣缺缺 以BOT合約 北市府可以考慮讓遠雄限期改善 但不服社會觀感 或是終止部分合約 但雙方對此共識很低 兩半就上方式就是解約打官司 就是這樣啦 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執政者嘛 這個叫什麼 倫理裡面叫什麼 報復評則 所以也不能 也不是說什麼解約什麼 不太簡單耶 就是很多事情也要 沒有準備 我想市府有戰略 遠雄並沒有任何的戰略 因為我們不把市府當作敵人嘛 遠雄稱市府是BOT夥伴 但柯文哲似乎不這麼想 強調市府跟銀行團先談再說 大戰難題讓柯文哲心煩 怎麼收尾得要步步精算 這位黃建銀 陳永文 A森橋台北採訪報導